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档紧跟加密货币赚钱契机的节目 首先我们先请NewCoin168的编辑Sina 为我们分享加密货币市场的新闻 和相关期货概念股的表现 据悉 由于沃伦巴菲特 比尔盖茨 查理芒格等 对比特币发表批评言论 导致比特币价格在周末接近1万美元的情况下 回落至9200美元以下 据Quandex的数据显示 加密货币在周一触及9188美元的地点后 于周末攀升至9900美元 比特币从上个月的低点6700美元左右 回升了大约40% 但一直未能突破1万美元的水平 据彭博社5月7日报道 随着国际法律环境的不断变化 欧洲再次呼吁对加密货币进行适当监管 包括欧洲中央银行在内的欧盟监管机构 支持国际上对相关规则进行标准化的努力 但也有消息称该行业规模太小 无法采取紧急行动 加密货币方面 截至发稿时市值排名前100的加密货币中 24小时涨幅最大有 Bitcoin DAC LOOM Network Fanfair ZeroX Pandex Gas EOS等 24小时跌幅最大有 Mithril Monacoin AllSpots Bitcoin Private等 比特币期货方面 截至发稿时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今年5月交割的比特币期货合约 SBT下跌2.58% 报9455美元 交易量超过5200手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ME今年5月交割的比特币期货合约 BTCF 报9450美元 交易量4705手 比特币概念股方面 比特币ETFGBTC下跌3.98% 报14.97美元 主板比特币概念股OSTK下跌0.45% 报37.5美元 GROW下跌3.2% 报2.72美元 IOT上涨0.26% 报7.58美元 中概股区块链概念股中 近日涨幅较大的有中网在线 上涨9.28% 报3.18美元 蓝亭集市上涨7.04% 报2.28美元 其他区块链概念股 列爆移动上涨0.57% 报12.35美元 四库下跌1.35% 报10.2美元 此外 OTC市场比特币概念股 近日整体下跌 截至发稿时 MGTI下跌4.12% 报1.63美元 BITCF上涨1.25% 报0.4美元 BTSC下跌16.06% 报0.1美元 GLONF上涨0.25% 报0.4美元 好的 谢谢今天的新闻及行情整理 接下来我们请到了中文投资网的分译师 Jason为大家解析提到加密货币的近期走势 Jason您好 哈喽 主持人好 广大的加密货币爱好者大家好 那么我们又来到了加密货币分析的小环节 我们继续看比特币 比特币的话呢 在周六周日 双休日期间的话呢 触碰了9980美元吧 可能还差 几块钱 就碰到1万美元 但是呢 在这个位置上呢 有冲高一阻 再次回落的一个现象 那么最低的话呢 打到了9200美元附近 目前呢 上涨态势呢 还没有完全被破坏掉 但是呢 这个位置呢 进入到调整的信号呢 比较明显 那至于是横盘调整 还是说主动性回折调整 我们还是要看市场最终的方向性选择 所以总体来说呢 这一轮的加密货币市场的上涨 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啊 比特币的1万块钱的分水岭 这个位置上 可能要进入到一个调整性的一个格局 那么我们所关注的以太币啊 以太币呢 是我们这一次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因为呢 在四小时图上 我们看这一段的拉升 在底部所借助的成交量 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总体来说呢 以太币的上涨 可以说呢 是资金有备而来 那么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 也介绍过 在830美元上方 有相应的阻力 那绝对值的话呢 大概会在850美元 在周末呢 我们看到最多上涨到828块9毛7啊 上涨到这个位置上 那么整个的上涨结束 也进入到了一个回落整理的过程当中 那么就以太币来说呢 这个上涨的趋势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完全的被破坏掉啊 作为总体来说呢 要看700块钱 或者说720块钱整出关口 在这个位置上 能不能站稳啊 如果站稳的话呢 或许还有继续上涨的这个机会 那从分时的角度来说呢 30分钟从高位回落 在730美元下方 或者说啊 大概就是730美元下方吧 有比较明显的 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呃 承接过程 所以总体来说呢 730美元也成为了我们衡量 以太币 是否能够保持强势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标杆 那么如果以太币能够站住的话 那么加密货币市场的话呢 应该还不至于走坏啊 瑞波币啊 我们看瑞波币的话呢 前一段时间咱们一直就说 9毛钱上方 9毛钱上方 这个位置呢 有比较大的压力啊 那我们从四小时图上来看的话呢 似乎做了一个双顶 又来到了8毛钱的关口 那在这个位置上呢 进入到了一个横盘震荡的格局 也就是说呢 在后一轮的上涨过程当中 以太币向上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呢 瑞波币并没有向上去上涨 所以总体来说呢 瑞波币还是相对偏弱一点 后续的话呢 看看这个大相体的一个 方向性的一个选择 比特币现金啊 我们看冲高之后再次回落 总体来说呢 比特币现金这一轮的上涨呢 比较的凶悍 总体上调整的格局呢 已经比较的明显 那1500美元 或者说1550美元这个位置 不应该再次见到 那或许还能够走高的机会 所以重点关注 以太币的最终方向性选择 再次感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分析师 Jason带来的操作技术分享 接下来是中文投资网的 NeoCoins 168 ICU分析师 Priston Holm 带来币圈内部趋势的专业分析 我们一起来看 Priston今天谈的ICU Neuro Token 和TakerPriceNTK TakerPriceNTK Priston Hi everyone My name is Preston And for today's daily iSq update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NeoRMation also known as NeuroToken orTakerPriceNTK I've always been fond of this project because its tokens are used to build this neural network by creating context in accurately label data sets to ma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easier They want to be known as a knowledge mining platform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be needed in the new future as AI technology is a multi-billion dollar market The ICO is one of the most funded ICOs of 2018 coming in at $70 million There are about 100 million NeuroToken for its total supply but there isn't much data on its circulating supply so finding out the market capitalization is kind of difficult However they've done actually pretty badly since their ICO It is trading at around 40 cents which is 70 cents less than their ICO price of $1.19 per token That being said being a great time to buy as they've just announced it'll be listed on HitBTC after only previously being listed on really small exchanges because it seems pretty apparent that NTK is oversold we can expect it to bounce back and one last update on my ZeroX call from last Monday it went from $1.20 to $1.75 and is now trying to find support around the $1.60 to $1.65 range I hope you guys were able to get some after that I'm Preston That was your daily ASIO update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I'll see you tomorrow 好的 thank you for the Thank you for the Preston 今天的比特币 行业采访 继续是媒体团队 在香港采访的 世界前三大 医疗物流公司 来聊聊 为何他们愿意 接受传统信用卡 和支票外的 比特币支付方式 How are the Well as mentioned its most emerging market specifically India because that's where the banking fees were the highest and when we offered them if you switch to cryptocurrency that the fees would be lower 公圈 KE sf二跑場 continua越來越了 您的盡量如何收攝取比 common 通常美國鉄道完美的供應 本來是酸著舊貓 難道從來自過島 而在其他人的益域市場上, 其他人是建立的國家, 所以其他人的益域市場上是在美國, 美國,日本, 其他人的益域市場上, 在其他人的益域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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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貨物市場上, 我們可以投資的益域市場上, 一益域市場上, 可以在貨物市場上, 一益域市場上, 一益域市場上, 這就是這個碗市場上的益域市場上, 所以如果一個益域市場上, 是3,000,2,000,4,000, 這益域市場上, 不太好有效益域市場上, 如果是非常高的益域市場上, 但如果我們進入, 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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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上市場上市場上, 市場上市場上, 在賣營制的捷運, 我們可以缺少價錢, 令其他人集中, 以上就是今天的 Newcoin168比特幣大贏家, 數字貨幣賺錢資訊, 每股最新動態, 敬請關注中文投資網, 实时更新 感谢大家的收看